台东县政府最近几年积极推展创客培育 今年是以3.0以共创共好为执行主轴 落实在地陪伴 20号下午举行的成果发表会 县长饶庆林亲自颁发了 以100%海洋废弃塑料回修后 重新热融成型的进驻证书给创客 也期许有更多创客可以加入培育计划 海洋县政府积极推动创客培育计划 今年特别以共创共好为主轴 落实在地陪伴 提供创客们最符合需求的相关咨询与协助 永续的这个议题上配合我们台东县的慢经济政策 这个已经在陆陆续续 现在不管是在欧盟或是在整个国际上都已经开始推动 所以我们在这个永续的部分 尤其是在近零探牌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近零转型的部分 我们都会在明年加强这方面的一个辅导 今年因为有TDMaker的陪伴 我真的觉得在计划 尤其是对国际标准的嫁接上 有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 那因为我自己是文化艺术管理背景出身的 所以在数位应用上 TDMaker也很直接的给我 就是非常棒的伙伴协助 所以在这一年就实际上应该只有半年 就半年内我在海边盖了一个房子 然后找了我所需要的所有伙伴 然后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鼓励 然后一起做计划 一起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解决问题 想办法让它成真 我觉得这是这一年来在TDMaker最有价值 然后也最快乐 然后我自己回想起来觉得很值得的事情 台东县政府致力发展的慢经济 与台东大学进行产学合作 提供专业咨询人力与场地 让创客在摸索创业时 提供更及时且符合需求的协助 从1.0到今年的3.0 为台东培育出许多优秀的创客团队 我想我们的这个TDMaker 可以多余运用 再过来呢 我们需要很多老师 同学 老师都很有专长 然后大家都可以多谈论 我们也希望台东大学 在这个地区的各方面新的产业发展 可以提供一些真正的力量 大家一起一起来努力 现在所做的其实反而是希望能够跟各位 有理想有抱负的各位创客 来一起思考那我们的这些想法要如何落实 或者台东县政府除了这个创客 除了我们国际出之外 还有没有相对其他的资源 或者中央有可以跟您相对应的资源 来陪伴各位 把自己的定位落实清楚 自己的未来要想清楚之后 资源的盘点跟整合 那反而是我们现在第三代的创客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也希望各位学长学姐们 未来一定会有你的学弟学妹们 希望各位也能够成为他们的导师 我们希望在台东更多的创客加入 来为台东解决 我们政府无法去协助到民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台东县政府表示 未来创客基地会把重点放在落实永续精神 及推动数位转型 为台东创造出更多 更适合在地的创新产业 记者派君委台东市报导